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在台北也举办了台商新春联谊活动 但多位指标性台商缺席 拒绝与蔡英文嗤嗤呵呵 台湾记者对此做了前后对比 感叹反差太大 台湾企业投资联谊会 在北京举办了新春联谊活动 可以看到现场177名 来自于北京上海广州昆山等 各大城市的协会会长 齐聚一堂热络的程度 跟之前的台湾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不过差了10天 主角同样是台商 气氛却和台北大相径庭 10天前海基会台商春节联欢会中缺席的 大陆台气联会长王平生 大陆台气联荣誉会长张汉文 上海台协会会长李正宏 广州台协会会长王志忠 答案清一色都是 我带家族到日本去旅游 我带家族到日本去旅游 个人有点事情 我家里面有事去旅行去吧 终于有台商说出了肺腑之言 只为了去参加一个活动 去吃一顿饭 要面临很多两岸政治的矛盾 台商是不愿意去的 为此北京新春见面第一句话 郭台办就给了现场各台商代表一颗 并心丸 面对变局 我们将蒋原则 重承诺 一目既往的 为台商拍起朋友 办实事 做好事 大陆甚至派出的官方四大经济部门 和台商一同召开经济政策说明会 就台商关切的税务和投资问题 面对面沟通 至于日前提出给台胞 国民待遇政策 则已经在拟定中 我们会在研究 事实会推出 成熟了以后会推出一些相关的措施 朝这个方向努力 据台湾媒体16号的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租蒂透露 美在台协会位于台北的新职 今年在内湖落成启用后 美方将派陆战队助手 负责安全维护 杨租蒂还说 这是美国对台湾朋友表达承诺的象征 引发外界关注 报道称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杨苏蒂 16号在参加研讨会时透露 美国将派陆战队负责美国在台协会 在台北内湖新办公地点的安全维护 他说这是美国对台湾朋友的承诺 具象征性的表示 杨苏蒂同时还说 当时在设计美在台协会位于内湖的新大楼时 就将陆战队之家放进了蓝图里 对此有台美表示美国有派陆战队人员 保护海外使领馆安全的惯例 不过台美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后 美在台协会办公地点 既没有陆战队员驻守 美国也一再强调和台湾维持的是 非官方关系 美在台协会是非盈利性民间机构 未来如果美方真的派陆战队驻守台北办事处 则代表美方承认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 是所谓的驻外使馆 对台美关系是一种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转变 对此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副教授刘兆龙 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蔡当局的战略基本上是跟着美日走 几乎是异步异趋 但在大陆的高度关注之下 台湾在战略议题应当避免踩到红线 蔡当局的红线最有可能是去年底 今年初传闻的美军驻台 让外国军队派驻在台湾 恐怕会成为大陆出兵的理由 台北蝶脸花旅行社武林农场 一日赏鹰团翻车事故 造成33人死亡的悲剧 两岸民众高度关注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 16号召开会议才是 将加速淘汰不效业者及高风险旅游产品 避免有关事故一再发生 16号台行政机构会后举行记者会 发言人徐国勇转述称 林全指出 近年来台湾发生多起旅游事故 以严重伤害台湾观光形象 请台交通部门立即针对 低价缆客的一日游产品进行盘查 并向民众揭露高风险的旅游产品项目 这一次 游览车的发动意外形势 政府对游览车的安全管理制度 有必要进行全面的检查改进 要采取更积极的预防措施 来提升旅游的安全 林全认为 现行的游览车评件制度 过度仰赖市场机制 无法有效淘汰高风险产品 也无法遏制恶性低价竞争现象 对于评件成绩不加的游览车业者 要请交通部加强查核舞蹈 现其内为了改善达标准 应力及停止营业 甚至采取撤销执照的措施 记者会上台交通部门主管贺诚蛋坦言 去年发生大陆游客团客减少 旅游业者为了求生存 有可能产生业者低价抢客问题 此外因为过去陆客市场成长 游览车八年内大量增加 统计达一万六千辆 在游览车总体管理部分就松懈了 可能没有完全按照游览车 审议作业原则要点落实管理 针对贺诚蛋称 可能是因为大陆游客减少 台湾旅游业才大量低价缆客 前马英九办公室副秘书长罗志强表示 贺诚蛋点出了蔡英文一直不敢面对的问题 罗志强表示 台湾近来旅游事故多是因为大陆游客减少 大陆游客减少是因为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 他质疑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 已发生种种代价 蔡当局到底还要人民牺牲多少 伤痛多少才愿意面对 罗志强批蔡英文当局是政策杀人 罗志强还反讽说 贺诚蛋虽常失言 但已算是民进党中少数会讲实话的负责人了 所以请他好好保重 别因为讲了这一段实话而被卸甲阵亡 台立法机构2017年度会期将在今天开议 今会期将面临更多挑战 包括外界持续关注的年金改革 含瘦肉精美猪进口 司法改革等议题 对于台湾民众福祉影响深远 清律的台湾智库16号上午 就针对年金改革召开民调记者会 结果显示69.2%的台湾民众 担心自己或子女在未来领不到退休金 职业类别部分 94.8%的群公交人员担心领不到退休金 为比例最高者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连接一下本台的驻台观察员 陈贺南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 小丽 台湾学测昨天放榜了 那么台湾的学测相当于大陆的高考 都是决定着未来考生能进入什么样的大学 继续深造的关键 在台湾方面 对于曾经的联考制度进行改革以后 和大陆的高考方式略有不同 但是本质还是一样的 都是考考考分分分 在学测成绩出来以后 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测集分 那么满集分是75集分 看你是哪一档哪一集 可以进一步的去申请相关的大学科系 当然学测昨天放榜 肯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整体来说 今年的考试成绩都一般 我们来看 这是今天台湾联合报的报道 七年新低 今年学测 仅118人满集分 因为学测的评级 是根据整体的考试水平来分级 也就是说 今年参加岛内学测的考生当中 只有118人是达到特别优秀的 那么这也导致了 相关的明星科系的申请门槛需要降低 就比如说 还是在这个版面 下面的这篇文章就点到了 我们一起来看 史上第一次74集分 能拼台大一科 申请入学的时候 有专家建议 田志愿可以勇敢一些 你大胆报一点 因为今年情况有点不一样 那么台湾大学的医学相关科系 是全台湾最火的学科 恐怕没有之一 台大医学系出来 基本上就是人生巅峰 前途保障 在过往 只有满集分的学生 也就是当年度最顶尖的学生 才有资格去申请台大的医学系 但是今年 因为满集分的学生太少了 于是台大医学系不得不降低标准 从满集分75分降低一级到74集分 那么这一降使人数倍增 却是被教育界隐隐的担忧 声援的质量下降了 那么关于这个学策 我们就说到这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海峡新干线 以及我们在今日头条APP上的公号 海峡新干线 我们会把今年岛内学策的试题放出来 大家不妨去试一试 我们要再来关注的是军事上的话题 我们来看 这是今天台湾旺报透露 美国方面爆料 台军方有意购买210架F35战斗机 台军方透露 这210架F35战斗机包含了什么呢 60架F35B型战斗机 也就是专门针对于陆战队的 具有垂直起降能力的机型 还有150架F35A型战斗机 也就是传统机型 希望能够以此来泰换老旧的 换银2000战斗机 和台湾自产的金国号战斗机 整案的预算达到了惊人的178亿美元 如果成型将会是美国对台军售以来 最大的一笔交易 但是以台军方2017年度 也就是本年度的预算来看 总预算仅为103亿美元 那么如何去推动这样的军购呢 不过也有台军方的退役军官认为说 台军方希望采购F35由来已久 只是才刚刚花了30多亿美元 去升级现有的144架F16战斗机 不太可能继续在空军身上花大钱 如果为了空军花费178亿美元进行采购 那么现有的海军陆军装备的更新 恐怕将延后10年以上得不偿失 并且过往的时候台湾方面向美国 还有欧洲等国进行军购的分期付款 其实都还没有缴完 那么台湾财政已经是被这些军购款 弄得捉襟见肘 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张嘴血拼之时 恐怕要多想想自己腰抱的厚度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一些关注和疏离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小丽 好的 谢谢贺南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中国国民党5月20号举行党主席选举 目前台面上的五位参选人竞争激烈 国民党副主席胡志强担任总会长的 台湾公教军警暨退休人员联谊总会 16号上午举行了会员大会 郝龙斌与韩国瑜同场较劲 韩国瑜说只有他一人在选党主席 其他人都关心选大会 台湾公教军警退休联合总会会员大会 郝龙斌韩国瑜亲自出席 郝龙斌表示 他与胡志强理念相合 常在一起讨论事情 所以邀胡帮忙竞选获得答应 因此他是一人当选两人服务 郝龙斌说希望大家放轻松 党主席选举就向学校选班长 选后大家还要合作 大家一起为国民党打拼 希望透过不同参选人理念政见方向 让大家看到民主改革进步的国民党 对于外界指国民党民调没有起色 他说洪秀柱做得如何 他不做评论 他只希望争取大家支持 当媒体采访韩国瑜时 韩国瑜说谢谢想到我 媒体问他多人参选党主席压力会不会觉得很大 韩国瑜说他没有压力很大 因为觉得好像只有他一个人选党主席 其他参选人都关心拼大位 所以他心情轻松非常笃定 他还嘲讽说海水一退 谁是光着屁股游泳就清楚了 韩国瑜结束采访后还向站在一旁的好龙兵说 开玩笑别介意 好龙兵于是表示 韩国瑜是优秀党内人才 有冲劲与战力 将来党需要他支持共同打拼 台湾农政部门为了防止情流感蔓延 突然宣布禁止宰杀及运送家 前七天 不过这也冲击了不少鸡鸭额餐厅和养殖业者 专家预估 这波禁宰令恐怕会让供应量出现问题 鸡农们双手拎着鸡 来回接力方式 忙着把鸡给送上车 为了防止情流感 台农政部门决定从17号开始 七天内全台湾禁止宰杀和运送家禽 鸡农无奈 而且中南部各地都有通报代验案例 嘉义还发现有人弃至40代死鸭额尸体 嫌犯已经落网 台农政部门确定实施禁载令 范围包括土鸡鸭额 至于白肉鸡一日零除鸡不再禁止范围 但限定条件必须室内养殖 而且不能外移现世 只能从勤场直接送往屠宰场宰杀 如果不在这个时间点把它有效的阻断掉的话 那很有可能又会往外一直扩散下去 这样损失会很大吗 损失蛮大的 蛮大的 因为对啊 这个是主餐啊 主菜啊 禁载令下 专卖鸡鸭额餐饮业者叫苦连天 鹅肉业者表示一天至少影响二三十只 对中小型业者像是便当店鸡排 可能来不及临时抢货 至于连锁型姜母鸭店 冷冻存量购暂时影响不大 各大卖场超市目前库存购指引四天 但现在改为七天 得确认供应量是否足够 因为我们都有安全的存量 适逢我们姜母鸭的淡季 所以对我们不会有影响 禁载令影响大 天数长达七天 禁载令影响大 天数长达七天 家禽越养越大 超出屠宰量能 消费端可能因为供应不足造成抢购 台农政部门突袭式宣布禁载令 打乱家禽业者的步调 也让餐饮业家庭主妇反应上都措手不及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 2月16号是已故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日诞辰75周年纪念日 也是朝鲜最重要节日之一 光明星节 连日来朝鲜各界举行了多种方式的纪念活动 当地时间16号零点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参业了安放金日诚 金正日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 据朝中社报道 金正恩率朝鲜劳动党和军队领导干部 前往太阳宫 金正恩及参加者瞻仰金日诚 金正日立项 表达对已故领导人的崇敬之情 当天朝鲜各界群众纷纷来到 矗立着金日诚金正日同向的万寿台广场 向领袖同向敬献花束 鞠躬致敬 光明星节期间 平壤街头彩旗飘扬 主要干道两侧悬挂着国旗 不少地方摆放着纪念金正日诞成 75周年的大型标语 凯旋门广场等地还举办了 以青年舞会为形式的纪念活动 晚上7点 烟花秀正式开始 从大同江畔的主体思想塔到万寿台 平壤多地夜空展现出绚丽景象 令在场民众赞叹不已 现场多座高楼大厦灯火通明 各色焰火轮番照亮整个夜空 整场烟花表演共持续了20分钟 15号朝鲜在平壤体育馆 举行中央报告大会 纪念金正日诞辰75周年 金正恩出席会议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常委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委员长金永南在会上做报告 金永南回顾了金正日的革命生涯 和历史业绩 号召大家团结在金正恩元帅周围 为夺取主体社会主义伟业的最后胜利 不断前进 远日来 有关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兄长 金正南遇害的消息 受到外界的关注 马来西亚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扎希德 16号确认 日前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身亡的朝鲜男子 为金正南 另外 马来西亚警方16号还宣布 警方逮捕了第二名杀害金正南的嫌疑人 这名嫌犯持有印尼护照 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16号确认 日前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身亡的朝鲜男子 确实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南 扎希德说 根据警方通报 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确认死者的身份是金正南 马来西亚警方先前通报 这名男子随身携带的护照显示其姓名为金哲 46岁 生于朝鲜平壤 扎希德表示 马方曾怀疑死者携带的是一本假护照 但现在已经确认护照的真实性 他认为这名朝鲜男子所携护照上的身份 旨在掩盖他的真实身份 在警方和医学检查结束后 马方将通过朝鲜大使馆将金正南的遗体交还给他的家人 此外 马来西亚警方16号晚发布声明称 警方15号晚积押了一名26岁的马来西亚籍男子 以协助调查金正南机场遇害案 声明说 该男子是第二名女嫌疑人的男友 警方已将此案定性为谋杀案 目前尚未将这名男子列为谋杀案的具体实施者 只是将其积押以协助调查 警方表示 从这名男子住处获得的一些信息 帮助他们找到了第二名女嫌疑人 马来西亚警方当天早些时候声明说 第二名女嫌疑人已经被捕 根据护照信息 她出生于1992年 来自印尼西冷 警方表示被捕时 她是独自一人 嫌犯与监控录像的记录结果高度一致 此前的15号早上 马来西亚警方已经逮捕了第一名涉案人员 据警方透露 这名女子持越南护照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资讯蕴含机会 创业改变未来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的大力支持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6号 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荣 前往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接受问询 在经历了持续八个小时的问询后 李在荣离开法院 又前往首尔拘留所 等待法院对他逮捕令的审核结果 当地时间今天清晨的五点半左右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正式决定 批捕身陷韩国总统亲信干政事件的李在荣 韩国法院17号签发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荣的逮捕证 独检组于17号凌晨5点35分许逮捕李在荣 这是三星成立以来掌门人第一次被批捕 韩国清新门独立检查组计划以逮捕李在荣为契机 在剩下的调查实现内重点调查涉嫌受贿的总统朴景会 韩国独检组本月14号再次提请批捕李在荣 法院16号对其进行第二次审讯并于17号凌晨做出了批捕决定 法院方面表示根据新的指控事项和证据认定逮捕理由成立 并有逮捕必要李在荣被指控五项罪名 具体来看独检组指控李在荣涉嫌深度介入三星 以政府大力支持三星物产与第一毛支合并为条件 向总统朴景会和其亲信崔顺时提供430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2.51亿元 三星物产与第一毛支合并对李在荣继承三星集团经营权至关重要 李在荣方面一直主张三星为亲信门主角 催顺时家族提供巨额资金 是迫于朴景会施压而做出的不得已之举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2月16号在北约房长会的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各国房长商定了继续加强北约威慑与防御的多项举措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6号表示 北约对任何威胁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取决于健全和灵活的指挥架构 当天北约房长商定了使北约指挥架构现代化的下一步措施 斯托尔滕贝格说 在中东欧北约正在落实波罗西海三国和波兰的驻军计划 四支多国部队将于今年6月投入运作 北约房长还决定加大北约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把罗马尼亚的一个旅改编为多国参与的部队 有八个成员国愿意参与该计划 当天各国房长还商定了另外两项海上措施 加强北约军事力量在黑海的训练和演习 以及提升盟军部队的海上协作能力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网络防御是北约的另一首要任务 北约以加强对网络的保护建立了快速反应力量 并正在帮助盟国改善自己的网络防御 当天北约防长批准了一个新的网络防御计划 以及将网络空间纳入北约行动领域的路线图 在加强与地区伙伴的安全合作方面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他已收到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 法伊兹萨拉杰的正式请求 要求北约在其国防和安全机构建设方面提供帮助 他说北约成员国在华沙峰会上同意向利比亚提供支持 北约理事会将讨论如何尽快推进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当天 在与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只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愿意 他对以一国方案还是两国方案实现以巴和平均表示支持 他说在一国方案还是两国方案问题上 他可以接受以巴双方都乐意的方案 任何一个对他来说都没有问题 这一表态放弃了此前多届美国政府支持两国方案的立场 叙利亚和平会议 阿斯塔纳第二轮和平会谈于当地时间2月16号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结束 经过一天的激烈讨论 由于分歧严重 会谈结束后各方未能达成联合声明 叙利亚政府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以及俄罗斯 土耳其 伊朗等国代表出席会议 本次会谈主要讨论建立停火机制监督小组的相关事宜 重点就停火协议的覆盖区域进行讨论 并尽可能将多数居民点涵盖在停火协议框架下 并且就日内晚会谈前的相关准备工作进行了商讨 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 2月16号在德国波恩召开 与会代表将围绕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维护和平 加强与非洲伙伴关系三个议题展开讨论 为今年7月20国集团汉堡峰会做准备 据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塞赫万警方消息 16号夜在塞赫万地区一处宗教场所内发生的 自杀式爆炸袭击已导致72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死伤者中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 由于受伤人数众多 塞赫万地区已派出直升机转移伤员 当地政府已请求军方参与救援 目前已有大量军警封锁了爆炸现场 塞赫万地区警方说 自杀式袭击者混入这一宗教场所大门后 引爆了随身携带的爆炸物 爆炸发生时 该宗教场所内约有500至800人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会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资讯蕴含机会创业改变未来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的大力支持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俗话说 活到老学到老 意大利一位70岁老人 是这句话的最忠实的践行者 15张学位证书 让他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成为了世界学霸第一人 这位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权中 拥有学位证书最多的人 巴耶蒂 1972年 他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张学士学位证书后 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 到如今 70岁的巴耶蒂依靠自己的勤奋 已经拥有了15张学士或硕士学位证书 涵盖了文学 社会学 法学 政治学 行政学等学科领域 巴耶蒂说 浓厚的学习兴趣 以及与自己竞争是他前进的动力所在 15张学位证书都被表进了相框中 整齐地挂在巴耶蒂书房的墙上 每天清晨三点 巴耶蒂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开始学习 目前巴耶蒂正在攻读他的第16个学位 此次他的目标是食品科学 日前 日本丰田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普瑞斯PHV 在东京正式发售 相比前代产品 这一版本加入了不少新元素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日前 丰田旗下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普瑞斯PHV 正式在东京发售 丰田汽车公司董事长内山田竹志 称其为环保汽车的未来 全新的插电式混合版普瑞斯PHV 电动模式续航里程为68.2公里 比前代产品大大提升 可在家用电源插座上直接充电 200伏充电时间为2小时20分钟 100伏充电时间为14个小时 使用特殊充电设备 20分钟内可充电80% 这款车型的一大亮点 是增加了太阳能充电系统 车顶上装有太阳能电池板 汽车可由太阳能充电系统产生的电力驱动 每天产生的电量能支持行驶6.1公里 そしてついに太阳光走るエネルギーに 量産者では世界初となる ソーラー充电システムを SとSナビパッケージに メーカーオプションとして搭載可能です 插电式混动版普瑞斯PHV 去年底在美国开售 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上市时间为今年3月 丰田公司未透露这款车型的海外销售目标 但在日本 丰田希望一个月内能销售2500辆 好的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再会